当一场风波过后 总会出现一种 令国人难以接受的现象 以前被抵制的外国品牌的销量 不降反升 比如 曾经涉嫌辱华的 某意大利品牌 重回中国市场 销售额反弹20% 这些事件令国外政客产生错觉 他们认为中国人记性不好 当过去一段时间后 中国人就会忘记过去的事情 在台湾问题上 越过红线的立陶宛政客 就是抱着这样的看法 2021年 立陶宛宣布 将允许台当局 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 随后 中方宣布 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 将为代办级 过去了两年后 立陶宛外长突然宣布 中国对立陶宛的贸易禁令 已经解除 中国海关也将立陶宛 从黑名单中移除 对此 中方两部门同时发声 想让中立经贸合作恢复正常 立方必须先纠正错误 或许是试探失败的原因 近期 立陶宛总统脑塞达表示 中国是一个记性很好的大国 并称 挪威花了八年时间来修复与中方的关系 那些曾经涉嫌辱华的外国品牌 能重回中国 并不是中国人记性不好 而是中国人宽容 并没有因为一次犯错就直接对外国品牌判死刑 此外 中国市场庞大 部分消费者可能没有关注辱华事件 所以没有改变消费意愿 台湾问题与任何议题都不同 台湾问题非常敏感特殊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中国不会给外部势力留下任何钻空子的机会 立陶宛越过红线后 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立陶宛认为中国会既往不救 那只能说立陶宛产生严重误判 中国不会也不可能会妥协 只要立陶宛不改正错误 中立关系就不可能恢复正常 立陶宛敢在台湾问题上挑衅 归根结底是从美国获得了好处 获得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立陶宛要知道 从美国获得的只是短期收益 美国不可能会持续援助立陶宛 中国是立陶宛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符合立陶宛的长期利益 立陶宛要想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仅仅是说一些好听的话并不够 立陶宛既需要从口头上遵守一中原则 同时需要从行动上与台当局切割 撤销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处 重回一个中国的正确轨道 如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不容半分挑衅 中国和立陶宛想要重归于好 还得看立陶宛接下来的表现 若执迷不误 立陶宛只会为此持续付出代价 并不误